为了要宣导毒品害人不浅 法务部特别选择了一人肖熟胜吸毒前后的照片呢 作为宣导的教材 你看之前的光鲜亮丽跟吸毒之后的这个脸部的表情啊 这个样子希望能够遏止年轻的同学们接触毒品 吸毒案入肩服刑442天 168公分高的肖熟胜 体重飙到75公斤 跟以前性感女性的模样 判若两人 红毯上的女神变成路人 全都是毒品惹的货 写实照片 戏剧化过程 被法务部拿来当成教材 做成反毒宣导影片 希望真的能达到警惕效果 看看吸毒之后 消除肾双甲凹陷 面无血色 挂着大大黑眼圈 跟美丽女明星完全搭不上边 虽然现在积极运动减肥 希望能够找回健康 但从2003年开始忽胖忽瘦 一下身材像竹竿 一下又爆肥 身体怎么受得了 难怪有医师说 吸毒之后对身体的影响 恐怕不是三五年补的回来 震撼过程 被法务部拿来做成反毒宣导影片 就是要再次告诫 毒品真的碰不得 中文新闻 叙瑟华 陈漫威 台北采访报道 刺通日子